剛好 看他怎麼說 他剛還有一個我肉介紹 就是你今天如果分了群組之後 你把某一個文章把它拉進來 它就會自動變成那個群組了 就你不一定要按鈕鍵 你直接用拖拉也可以 那我們來看一下 看看清楚嗎 他說 他沒有還沒有講音異 但他只是說 有機會 你就去建立一些helper function 來去 讓你的扣更乾淨這樣子 然後 然後他也說 什麼是 整理乾淨你的扣的意思 然後 然後 因為如果你有很多這種helper function 你可能也是要去考慮 就是 怎麼命名之類的這樣子 因為人家才清楚這樣 然後 看一下他怎麼說 PenCost 這直覺 你猜 這是什麼 PenCost 嗯 我猜啦 因為他竟然Pen那就是筆 筆的成本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Smile是一種筆 可能是一種品牌吧 就是Smile這種品牌的 筆是10塊錢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他後面又有說 假設有另外一個HP 叫 A的虛品 那概念上就是 他可能會把 看有沒有機會把 這個結果把它串進去給他這樣子 對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是這個情況 你可能會希望 這個 回傳的是一個 譬如說 訂單之類的 對阿 然後再把這個訂單 加到虛品裡面這樣 我隨便舉例阿 不一定 應該他這邊有一個OMT 對阿 所以的確他就是 當你Call了這個 HP 它回傳 它基本上它會幫你產生一個訂單 這樣 然後 10 我不確定它只是數量還是 還是錢 對阿 但就可以理解說 它可能這會產生一個訂單 然後它這個 才會需要 A的虛品這樣子 然後 嗯 先看下面 它有講到 什麼叫 乾淨的 程式嗎 這樣 有一本書就叫Clean Code 那一本書是 蠻 推薦 應該要去去看 這個 呃 這本書蠻有名 這樣 基本上是 必讀的書籍之一 這樣子 對阿 你可以 看看有沒有中文版 或是 下載電子書 這樣 如果你需要電子書可以跟我講 我有電子書 對 它就是 列了很多原則 然後讓你知道說什麼 程式是好的 比較乾淨的 然後怎麼做 然後它的定義 就是說 如果一個Code很整齊 很乾淨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的 Code的架構 可以去反應 一個 高階的一個 運算或是處理 這樣子 就是說 你的架構跟 你的處理的一些 方式 執行的方式 是有 對應起來這樣子 那意思就是說 你通常這樣子 的程式也會比較 比較好懂一點 這樣子 對阿 其實它這邊感覺 它看的是 廣益的東西 先跳過這個好了 這個可能不適合 好這邊 看這個會不會講得 清楚一點 好 我直接講我個人對於 HP的 理解跟 那個 使用的情況 這樣子 因為每個地方 它HP會不大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先 有點像剛剛那一篇也好 或是這個講 就是其實HP的方式 比較像是早期 的時候 很早的時候 大家 都是寫很長的一串 扣嘛 你可以想像說 程式裡面的發展 一開始一定沒有這麼高階 對不對 所以就是 它可能也還沒有 物件導向那時候 就是 循序化漸進 一開始 你可以想像說 最早的程式可能是 你就只能 只有一個block可以寫 然後就一直寫 然後就是照順序的 去執行 這類的我記得 可能那個就叫做 procedure language 這樣 就是它 剛剛講的 它你有沒有想像說 這類就是 我沒有什麼 function 我頂多就可以使用 系統內建的 function 譬如說 讀 可能是讀取 input 然後 out 或是這個簡單 叫做in 好 input 你就可以取 input的什麼東西 對不對 然後把它變成 像是一個 比較 square來表示 大概會是 像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字串這樣子 然後 你在經過一些 處理之後 就可以把它 output的出來 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 它可能就是 反正你只能寫一個block 這樣子 那慢慢的 它就是可能提供的 可以 有 function的概念 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想說 這個 就會變成 組成式 然後 它可以call一個 function 這樣子 所以 假設叫 run 好 然後 一樣就是 看你前面要做什麼 這樣子 所以 helper function 就是感覺 其實就是 屬於 那種 你可能很多地方都用得到 那一種的 helper function 這樣 或是 你希望它可以簡化一些事情 那這件事情 也是 比較常會被用到 這樣子 對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 比較方便拿來共用 這樣 然後它的特性 通常是什麼 我順便寫一下 我順便寫一下 它特性也是 就是 反正就是 簡單來說我覺得 比較像是 它滿好用 可以重複使用的 這些方式 然後 然後 剛剛說它 可能適合出現在 什麼地方 就是 因為現在我們系統比較 複雜 不像剛剛說 你可能 程式就短短的 只有一個 function 我們現在會有 非常多檔案 或是甚至一個 框架架 架構這樣子 那 那 以DAL來說 它有個特性 就是 它通常都是global 如果你是 單看function來說 像PHP來說 它就是一個global的 一個function 應該說 DAL來說 對啊 就是你如果查 你可以看一下它內建有哪些helper function 就是那些常見的 例如說 你看array head add 那它這基本上可能就是 想要擴充一些 你平常可能PHP內建已經有一些array的function 但是它可能覺得 再多一些的話 會更好用這樣子 所以它就把它 拉出來 然後它就是 變成是一個global 你什麼時候 你在 你在roll的框架下 任何一個地方 不管你是寫一個job 寫一個controller 寫一個command 什麼的 你都可以去用到這些helper function 對啊 那當然就是 針對常見的這些 對象去提供各式各樣的 比較方便使用的 這樣子 所以像emv 這個就是大家 比較常用 就是去拿環境變數的一個helper function 然後或是event就是 方便讓你快速去 產生是一個 產生 trigger一個 你要說dispatch一個 新的event 的方法 對啊 所以它 它的目的就是 讓你比較快可以使用 比較方便 很常用這樣 對 所以 你看到就是說 它雖然這個還蠻多 可是其實上也沒有那麼多 也就是說 它的特性 因為你要可以被重複使用 所以 你不一定容易設計出真的那麼多 容易被使用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要探討 就是說 理論上它不會太多 如果太多的話就代表 你太依賴於它了這樣子 怎麼講 就是 它的東西 有些時候我們又會說這個叫 Util function 它們會很像 我個人覺得啦 這就是說一個小工具 你可能常常會拿來做什麼 所以 它 Hell function 通常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主體這樣子 譬如像我們剛剛看 以Laro來說 它每一個都會有一個主體 例如說這些都是針對1L 這些都是針對自串的一些Hell function 對 所以 以這個概念我們通常我也會叫 如果是Java來說 Java界的可能就會叫 Util function 以Java來說你會看到 什麼 Java Array Utils 那你就看到ArrayUtils 基本上也是在處理一些 Array 常見的一些 動作 例如說 你看 你看 LessIndexOf 啊什麼 Remove啊 你看 RemoveAll Occurrent 啊什麼 反正就是 它的Hell function更多更細 這樣 因為它不是防選 它是 把它group在某一個class裡面 這樣子 就是 所以它這個 類似的概念就是 對焦來說 它叫做Util的class 這樣子 因為剛剛講的嘛 它的特性如果它都會有一個主體的話 它會有一個主體 那你 你 一種是把它定義成像 Lawr這種 Global 的 function 啊因為它畢竟這個是 它Lawr語言是PHP PHP本來就有很多 help function 所以 它就是 我覺得它應該就是希望讓使用 習慣比較 比較 對比較統一 比較一致這樣子 對 所以它也是用 help function的概念 而且它可能命運方法可能會差不多 對啊 什麼array merge啊 有沒有它都array開頭 這樣子 對啊 所以它會有一些 接近於 那個 像你看 STR 就是應該是PHP 其實很多 help function也是STR 開頭 它只是 很像去擴充它的概念 所以 所以讓它看起來很像這樣 你才不用記很多個pattern 對啊 然後 只是Java 它就是 提供更細 因為Java 它的 它是有分type 而且它可以 做到type的 這個叫做 overloading 這樣子 就是它同一個名字 的messor 你可以帶不同參數 然後它會根據你的不同type 自己去決定 找到 對應的 真正的那個 function 那個messor 這樣子 可是PHP 目前 可惜 就是它沒有這個overloading的概念 所以你同一個名字 的一個 messor 只能定義一個而已 你不能定義 像這樣子 你不能定義 它有兩種 形態 這樣子 對啊 所以 這個我覺得這是一個PHP 稍微在type的部分 比較弱勢的地方 因為它一開始就不是要走 強形態 所以 對啊 會有這個缺點 弱形態通常都沒有這個 overloading的一個 集資 像JavaScript也沒有 對啊 當然它們還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就是 因為你既然 它還是可以動態去拿 拿到 它可以支援動態欄位 所以你可以 還是可以有一些方法 可以做到 類似overloading的這種概念 可是就是 你自己要判斷 這個是程式源 直接提供給你 跟一個是 你自己要寫出那個機制 還是有點不一樣 你可以想到說 如果你每一個方法 你都想要有這種 可以帶不同的參數 不同的意義的時候 就是會比較難寫 像你看 你如果要 好 這兩個好處是說 至少它的參數 第一個都是array 第二個是不一樣 但有一些可能是 可能是它可能 順序啊 或是一些地方 不一樣的時候 你要做很多判斷 你等於是 一直要去判斷說 第一個參數type是什麼 而且可能有些時候 你要是組合的 因為你用type還不夠 可能它有很多 都是 string好 那你要看到它的值 你要判斷說 它是 這個是要幹嘛 這樣子 但是 但是我 每個語言就是這樣子 如果它沒有這個特性 然後他們要做到 這個效果 他們肯定有 會發展出屬於 自己獨特的一個 一個做法 這樣子 所以 也沒有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畢竟PHP 即使沒有這個 overloading的功能 還是很多人 開發出商業的運用 像Wordpress啊 什麼一些論壇 等等之類的這種 軟體嘛 所以 這種可以做到那麼彈性的 平台或軟體 他們 一定也是要解決一些 類似這種 通用化的事情 所以這只是額外一提 對阿 就是說 語言 特性不同就是 看我被自己口水噎到 就是 反正Java類就是叫 Util Class 然後 我們也可以說 Util Function 或是Helper Function 然後今天Ruby又不一樣 所以才會說 你同樣的東西 其實 這些 可能他概念都是一個 Function 只是他們的定義 或用法會不大一樣 這樣 比較像 Ruby那邊的 定義概念就是 其實他的Helper Function 主要是給 View去用 就是 你把它想像說 那個 你的 因為他 在那個時代 都還是 所謂的Render 所以不會有前後分離的概念 所以都是 就像PHP一樣 你是寫Blade 或是Ruby也是有他自己的 Template Engine 這樣子 然後他可能Template Engine 本身有提供一些Template 的一些Function 可以使用 譬如說 簡單的if-else 這種 可以使用以外 他絕對還是需要一些方式 跟後端去處理 這樣 所以 以Ruby的概念 他就是 他在 他在 就是他可以定義 Help Function 然後 然後 讓你的 Vue那邊 你的 你把它想像說 如果是對應到 Loravel來說 就是你在 Blade那邊可以 直接 摳一些 Vue所需要的 Helper Function 所以這時候就會定義說 你這種 Helper Function 應該裡面 可以做哪些事情 這樣子 會比較嚴格定義 因為你竟然是給 Vue用 所以 以Ruby來說 那邊他們的 Helper Function 的用法 會是盡量避免 做複雜操作 或是 不應該透過Helper Function 去 做一些 偏 server-side的處理 這樣子 所以他通常 那一類的Helper Function 都是Gate 比較多 可能就是 你要取得些什麼 什麼資料 什麼資料 然後或是說 一些 FORMATE 就是格式的 呈現 之類的這樣子 這是可能 Ruby那邊 因為他把 界定在說 Helper Function 基本上就是Vue才可以用 你今天其他地方 都還是要用 物件的方式 那一種 可能他就會叫 Util 就會不大一樣 這樣 Ruby on Rails 的一個 做法 這樣子 那 Laro這邊 就是比較偏向PHP那樣 就是他 就是一個Global 就是他沒有分說 只有誰可以用 這樣 就都可以用 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 夠同用 所以你看他這邊 Helper Function 絕對都是針對基本 的東西 他不會針對某一個商業的 應用 對啊 因為你 也不是說不會針對 也許你可以創出一個 那這個東西 通常就是沒有狀態 就是你看這些東西 絕對都不會綁什麼DB 他的東西都是一個 沒有 所謂 沒有狀態的東西 又或是說 他 以DDD的概念就是 他不是一個entity 他是一個 這些東西都是偏 像是一個vary object 這樣子 就是一個 某一個東西 是沒有ID的那種 的概念 這樣子 對啊 所以他的對象通常是這樣 那你今天 你的應用程式面 大部分的東西 都還是跟 某一些 domain object有關係 比如說 user account 還有什麼 各式各樣 dash dash 不是 就看你是做什麼 如果你今天是 電商那就是會有訂單 那些這些都ID 那 基本上就可能比較少會出現 那一類的 util function 這樣子 因為你的東西會有狀態的話 你用 function 來做就不是 那麼好 頂多可能會有一個 util function 是說 你可能會有一個 方便叫create order 的 一個 util function 如果你真的要也是 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他 他不會幫你真的create 他只是幫你create 一個可能一個 function 出來 你還要自己call save 之類的 就是他只幫你產生出一個 好 狀態 狀態就是你會有狀態 比如說 你 user的話 你狀態假設叫做 登錄狀態好了 你可能就有login logout 對不對 online off 什麼之類的 這些狀態 對 那你今天如果是訂單 也會有狀態啊 我今天是 新訂單 訂單 進行成功 訂單失敗 類似這種狀態 這樣子 或是 一個人的話 你的年紀也是你的狀態 那那個 之前在做 我在做那個 我忘記是什麼功能 我忘記登錄還是 反正就是一個要接API的功能 對 然後 那時候我看到有一個是 他好像是說什麼是 無狀態請求 還是是 HTTP無狀態 那個 那就RES4吧 對 類似 對阿 因為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跟我合作 那個他講了一堆 裝我的名字 他自己也不懂 我只是問他說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講 什麼是無狀態 他直接講不出來 好 然後我就說 那就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就先不要這樣做 就是照我們原本的做法 就好了 嗯 對 好 你在講RES4 我們下次再講好了 但是我們可以先代說 呃 我看一下喔 你可以去查這個啦 State4跟StateList 就是這個 因為RES4的這個 好像S就是State4 欸不對 不是 StateList 好 沒關係 我們可以查這個關鍵字 好 那我先看看 下一次再講好了 對阿 我可以簡單講一個狀態的概念就是 因為你的是跨程式 你的是分 你API 的對象是資料庫嗎 你把他想成說 簡單來說 常見的 State4 的實作的概念就是 你會吃Cookie Session 重點就是你有沒有Session的概念 你有Session的概念就是 你已經假設他是有狀態的 去Call API 我舉個例 例如說 你今天 可能 你的某一個API 已經是 假設叫做 以Blog來說 好了 你今天Blog有一個叫 CreatePost 如果你是有狀態的概念 你已經假設 我這個Create 是帶這個Session 所以 我就是怎樣 我只需要 假設你有個內文 就這樣 你不需要帶他的ID 因為 我已經假設 這個人有登錄 才可以Call這個API 你已經依賴在這個 有狀態的Session 裡面 但是如果是 沒有狀態的話 會怎樣 沒有狀態就是 誰都可以 對 你沒有要求說 他一定要 新增 就是我們先講 他就是沒有 Session 就是 No Session 所以你就假設說 反正他沒有 登錄 那我們先不講一些 權限的東西 你先假設 第一個就是 UserID 1 代表說 User1 要Create一個人 所以你Client 你可能JavaScript那邊 你就Call一個 1 你帶一個 你就 看你JavaScript 假設不是的話 你也是可以定義說 反正你就是要 提供一個API 只要你可以給他 帶入 UserID 跟 他的內文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是你假設 沒有人登錄 所以你當然就要帶 在 屬於 他這一個 Entity也好 或是這個Model的 一個ID 或是相關的ID 都帶進去 然後你再 後段再去接收 這樣子 然後你又說 那這樣子我怎麼樣做到Session 我還是想要直接針對登入User去處理 或是我要判斷權限 我總不能隨便開放這個API 那才會有去做怎麼樣去弄一些Token的東西 那那個Token的東西可能就是 以HTP來說它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帶在Header這樣子 就是透過Header可以給你夾帶一些額外資訊 可是那個是算額外資訊 那主體API本身 因為那個你什麼API都想要透過驗證身份的話 那那個是通用的 那就是等於是Auth那一層的 的東西 那你如果只是 單純探討 API的話就是說 反正那一塊是你的Authentication 就是你 全線判斷 登錄 等等的那些 那是另外一個程式要處理的 那我這邊就是專心處理我的商業邏輯 就是Create Post的部分 是 是 是 就是 就是 我假設你 你Serve那邊沒有狀態這樣子 簡單概概是這樣子 這不是Stateful Stateless 那如果再講到深度一點大家就會是說 呃 現在流行Stateless的原因 很多東西都流行Stateless 原因就是因為Stateless才 一台 才好擴充 因為你想想看 我今天如果 你現在 你在講Stateful的時候 通常只 如果你只針對一台機器 那你就會覺得說 Stateful很OK啊 反正我就假設他已經有登錄 他會有Session 可是當你有兩台機器的時候 這就是 重點 就是你兩台機器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確保 因為通常這個架構就會 你前面會有一個Low Balancing 這樣子 你會有一個Low Balancing 的Server 然後 你今天 可能 A使用者 進來的時候 你Low Balancing 給他分配到第一台機器 所以他在第一台機器那邊 有登錄了 你有存的Session 那可是如果你 Low Balancing 假設你是沒有特別設計 就是 隨機的 或是 照順序輪的 所以你可能 第二個Request 進來 他可能Low Balancing 給他導到了第二台 結果你在那時候 你是想要去Create一個Post 對不對 那他就發現說 欸 這個第二台機器裡面 沒有這個Session 那我就窘了 他就說 你沒有登錄 然後就給你導到登錄頁 這樣子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解法 還有其他解法 但是其他解法 整體來說 他的結論就是 他 他會依賴於 以剛的故事就是 Low Balancing 他有一個設定 叫做 Sticky Session 這樣 就是 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本來 Sticky就是黏住 就是 我 我就把 這個 使用者 或是這個browser 跟這個 Server 黏住了 所以他的Request 我永遠都會進到 那台機器 這樣子 當然他有一個 時間限制 可能就是 多少時間內 你可以設定說 多少時間內 他就是 就是 都是用同一台 這樣 所以以剛情境 這樣子可能可以解 就是說 反正我不管怎樣 你只要是在Session 或是我剛剛說 Sticky Session 這個 這個時間內的判斷 以內 那我永遠都會導到 同一個 Server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樣子 好像可以解 對不對 那至少我可以解決 有狀態 這件事情 剛剛講 如果你今天 機器很多 好了 或是 使用者很多 那 你的使用者 除非你有做一定的分配 可是就算在做 橫貝廷還是無法避免一些情況 就是說 可能 A機器太多人 登入了 因為 剛剛講的 你Sticky Session 是不是有 有 一些時間限制 對不對 那當然 強的 強的 Lobelancer 他應該還可以做更多的設計 也就是說 他除了Lobelancer 他除了Sticky以外 他還要考慮說 Loading的概念 因為不然他就不能叫Lobelancer 所以他可以針對 Server Loading 決定說 我一個新的Request進來 我要 我要選擇哪一台機器 那這個他有一些 可以判斷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Sticky Sticky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分配過 那我就 還是選他 如果你 就是 新的一個Request 那我到底要分配到哪一台 如果某一台 Server Loading 已經太重 那我就是應該選 別一台 這樣子 所以他會有一些 類似這樣的設定 那 但我們又再講到前的情況 就是第一個 可能那一台Server 突然有一個使用者 他 跑了一個很重的一個Job 對不對 他可能他的Request 是一個比較重的 導致Server Loading很重 那是不是這樣子 就會影響到其他人 可是你這時候 你又無法分流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綁在這個狀態 你這個使用者 你就只能 給他用 這一個Server 因為他的Session 就寄在那邊 這樣子 對不對 那這樣就很麻煩 那當然 要看你的解法 還有很多種 你可以說 我再把那個Session 可以拉到 拉到 不要記在那台Server 我把那個存Session 那個東西 例如說我用一個網路 網路硬碟 共用啊 或是各式各類的這種Solution 就是我把存Session 因為他Session 一定是存在一個地方 預設應該是檔案 我可以把他搬到其他地方 那是不是好像就可以代表說 其實我Session 不是真正存在我的地方 就是我自己的主機裡面 而是我存在一個Server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 這樣也可以解 但整體來說 你這樣還是會有一個麻煩 因為你這個是 如果你把想成說 這是一個系統登入 這個開發戰API 好像還可以啊 可是 我們講到API的部分 你就要想說 如果你這是一個開放API 給外部使用 那你這類API 是不是就是代表 你要用這個API之前 你一定要先Call一個Function 叫做 Login 的Function 你Login完之後 你才有辦法Call 後面的Action 而且你Login 你可能要跟原本不一樣 因為你應該不會希望 外部API 你Login的時候 我舉例就是 假設 他 他要那個 他的目的是 他可以Call你API 然後他可以幫各個使用者去 自動化這樣子 那他不是還要再去記錄一些使用者的密碼 什麼什麼的 然後 我要幫這個使用者 建一個Post 我要先Call一個Login 然後才可以CallCreatePost 然後就Create他自己的Post 然後我要再 可能要再 有一個API叫Logout 然後他又會把SessionLogout出來 然後再Call一個Login 第二個使用者 才可以再幫第二個使用者去Create 也就是說你在使用上 你會變成你的API 這個叫做單體的概念 就是你要 你要 完成一件事情 你不會只是做一件事情 你還要再做 好幾個事情 才有辦法完成一件事情 那這個就是API的使用上也會不方便 不好用 所以你要看特性 你今天如果是在前後轉 你會覺得說 用Session很方便 可是他就不容易 有他的一些缺點這樣子 對阿 但現在的主流就是Static 像剛剛說 那個Session 我如果把Session 拉出來到 另外一台Server存 那這樣子 整體來說是Static 可是在Server那一層 他就是一個Static的概念 也就是說我的Server 本身是沒有狀態 我狀態是 我 雖然概念上是我有狀態 可是我 我實際上是依賴於 我本身是沒有狀態 但是我是依賴於一個 有狀態的一個Server 這樣子 這樣你懂嗎 這樣就是說 如果我再開一台機器 那台機器 整體來說他還是 吃Session 對不對 整體來說後段還是有狀態 但是這台機器本身 他是沒有狀態 因為他沒有記錄什麼東西 他 他就是只記錄 OK我都只到同一台 也就是說我所有Server 我都可以設定 我都指定 或是我都同時 掛載某一個 這個 Session 的那個 可能 網路的 共用的檔案這樣子 或是 共用資料夾 共用磁碟 之類這樣子 這樣你懂嗎 這樣你懂嗎 對啊 就是Statis 你有看整體 或是只看單一個角度 他 他的 他的目的也是剛剛說 就是當你遇到瓶頸的時候 你通常就想辦法讓他變成Statis 你就 可以突破那個瓶頸這樣子 讓你的瓶頸在後段 因為你應用程式不可能是完全沒有狀態 所以我們還是要看說 你在講Statis 跟Statis的時候 你是在講哪一個部分 還有對象是誰 這樣子 對啊 大概也是這樣子 那要講Rest4 可能就是 下一次吧 就是說 下一次 下一次 因為Rest4 光Rest4就可以講很久 所以 我們 好 這時候我們就來運用我們的 建好的GitHub的Project 這個我就關掉了 所以有個土度 好 那我們再回來講Helper 我喝個豆漿 等一下 快點 快點 我都做了 ader 我跟著我 1個 2個 1個 我吃個餅乾 然後 因為如果你是Helper function啊 我想講因為你會有一個主體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的主體是 本來就偏系統的東西 就像剛剛說Stream Array 那個是還好 反正就是你 你可能會想到各式各樣的情境 就像Jasker一樣你有LowDash 所以你本來就很有可能 產生出很多 那一類通用 的一個 你主體是一個通用的東西 因為是整個程式語言都通用 所以那個通用程度非常高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跟 跟你商業邏輯相關的一些處理 例如說你是處理一些Format啊什麼的 那一類的 如果你時間很急 用這種Helper function的方式去做 我覺得是可以 可是因為你如果是 那我的話 你可以自己 自己定義 你自己的Helper function 所以那也是沒有問題 但是 要注意就是說 那個東西真的有那麼通用嗎 因為剛剛講了 你抽Helper function的目的應該是要 能夠越通用越好 你不應該是可能 只有少數一個情境下會用到 或是 只有某一個模組會用到這樣子 那當然 這個概念也不是說完全不行 你可能 你還是可以抽 剛剛說 你也可以抽 把抽出成像就好這樣 你可以抽出成一整個class 然後裡面一堆Macer 就是做類似的事情這樣 那你就用Static 常見就是 你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Static的Macer 對不對 你就可以直接 不用把它拎起來就可以直接用這樣 這樣你知道嗎 你知道Static Macer 跟InstantMacer的差別嗎 之前是有講到 有嗎 之前好像是我問你的 那你後來知道嗎 欸 Static 是 我有點換啊 Static 是 那個 寫好的嗎 什麼叫寫好的 寫好的就是 Static 應該是 有先定義好 嗯哼 比方說 先寫一個Function XXX 然後裡面寫它的 功能 啊 Instance 是 New一個 Function 嗯 這樣 對 你媽想說 先寫用法 原理可以先 不知道沒關係 用法就是 Static 就是 我們又稱為 class classMacer 這樣 然後一個叫 InstanceMacer 這樣 所以class等級 就代表 你是class等級 所以你不需要 New出來 你只要有這個class就可以用 就可以直接用 呃 比如說 php就是 就是什麼 某個物件 然後冒號冒號 那個Macer 對不對 啊如果是 Instance的話 你就是要把它Create出來 把它New出來 成為一個Instance之後 你可以 才可以用Instance的Macer 就是以PHE來說就是箭頭 這樣子 啊那重點是 為什麼要 是 為什麼要 New出來 因為你New出來 你才可以有不同的狀態啊 你一個User好了 那如果你是一個Static 那你User GetName 你是不是就只能 只能存 一個Name而已 對 對啊 啊你是New出來 你就可以NewUser是A NewUser是B 然後A跟B的名字 不一樣啊 對啊 所以Static的Macer 通常就是有一些 特性 就是它 它也是 就是是一個通用 它其實概念會很像 所以才會說 你Static如果把它 用在Util的概念的話 那它其實就是 它其實就很像是 HelperFunction 或HelperUtil的這個概念 這樣 但它的用法 不是只能用在這些地方 它還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但是 畢竟Static就是可以不用New 所以它基本上 Static 如果我們要再講到Static的概念 就會是說 Static 它就是符合 像 盡量啦 很多人會拿它 來做StateFor 可是 會建議如果你是 Static的東西 應該是盡量避免 有State 所以就是StateList 這些都是相同 就是說你是Util 就代表 你Util不應該有狀態 不然你就會落入跟我剛剛說的 同樣的概念 你今天如果有一個CreatePost 的Util Class 可是你又是有吃狀態 所以你又要再先去摳某一個 你懂嗎 又要再摳某一個方形 去讓它的狀態改變 你才可以去摳 那個就很麻煩 像我們之前有看到有一些 即使是我們公司 以前的工程師 寫出來的程式 其中一個我剛剛是說 擴充性嘛 對不對 如果是以Server 剛才是擴充性 如果你是以程式的話 我們就說 你就不容易 concurrent 就是Mati 同時跑很多 對不對 因為你同時跑 如果你把他都同時進了job 那你job 你job你是隨機跑的 你能夠去 如果你 當然PHP 又跟別人不一樣了 但是我們之前講說 如果你今天 整個程式 就只有 一體 一個東西的話 你這個整體 就是 你的狀態是 大家眾所共用的話 那你就不能說 我在開起來的時候 我可以同一個東西 有兩個狀態 我同時間 譬如說 我剛剛講 你的Current User 你在怎麼樣 同時的Current User 只會有一個吧 那如果你有一個job 是 依賴於這個Current User 那等於是 你的job 這個時間 就只能針對這個User去做事 你也沒辦法同時 針對另外一個User 去做別的事情 所以你的job 就要等 所以你要設定一些分類 那個就是 沒辦法做到有效的一些分散 這樣 可是你今天如果是沒狀態 反正你都是持參數 你參數再給我什麼 我就 我就去對任何做事 扣除 權限部分 對不對 對啊所以 我剛剛講就是說 以我們的情境就是 如果我今天系統綁了一個 我都要先去 setCurrent User 然後後面才做事 當然你會覺得說 我這樣少cull一個參數 或是有時候你看看 他這個會 這第一個開頭方選 你可能會cull A class 我直接用 假設你會cull A class 然後再cull B class 再c class 好 那 支持這套的人 就會覺得說 因為有很多東西 我都記起來了 我不用帶很多參數 我的參數可以很簡單 對不對 這類人就會這樣子去講 可是當我們如果搬出說 你這個就不容易擴充的時候 那你只能做取捨 你到底是希望你的程式 比較好擴充 但是參數比較少 而且其實參數比較少 還不只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在很多時候 你在trace code的時候 你根本很難 去trace這樣子 你都只能去log 那個cull current state 這樣子 而不論只是 什麼寫測試什麼 那些其實都很麻煩 所以現在我剛剛講 才是流行 就是staties這樣子 對啊 那不管怎樣就是 你要能夠 做分散式 大量擴充 其實通常都需要staties 這樣子 甚至現在還強調 severless function 這些東西 所以 對啊這有機會再介紹 去吧 這個 有 這 不是 嗎 你